我們來看一下就是如果說萬一它你進來之後那個文字大小或者圖層的順序你要改變 像現在這樣你要它是不是在上面對不對 那這裡補充一下我在這邊用滾紋沒有作用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這個範本它有鎖住 什麼叫範本有鎖住你可以移到右手邊 有沒有發現有一個鎖頭 這個鎖頭是避免有時候我們不小心這樣去改變的那個放大縮小的那個倍率 所以如果你的選用的範本剛好奇怪怎麼放大縮小都不行 就這裡鎖住了 所以你可以把它按一下解鎖有沒有跑出來了 滾輪是不是就可以了 所以剛剛有幾個來那 拉一下好點到它假設你要拿到下面去 按右邊微軟的就是在這裡啦 上一層最上層下一層最下層 這樣翻成中文你就知道了嘛對不對 在物件上面直接按就好了 當然你也可以做群組 如果說假設這兩個物件希望不要怎麼樣 個別被分開的你可以按住什麼 shift 直接來看要不要做groove 就群組的概念 群組的概念這樣有沒有問題 好那我們順便跟各位講一下 事實上它內建也有一些所謂的那個形狀 或者是所謂的圖庫就是在shape shape跟shape這個 點下去之後它有分不同的類別有沒有 那每個類別裡面有 雷同的你要拿一個就點到它丟出來就好了 跟剛剛圖片一樣 那這裡的好處是因為它是向量的 所以你放大縮小不會失真 有點類似我們POWERBOX裡面那個叫美工圖庫那種概念 放大縮小不失真這樣OK了 好